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各位早安佛光的观众 菩萨大家平安吉祥 今天经典故事 延续着法华经 有七个最有代表性的辟语 今天来讲到第八品跟第九品 各位还记得上一次我们提到说 佛陀从最早为上根上至的 根基最上的是设立佛尊者 智慧第一 最早为辟语品 为设立佛尊者收集 之后再为四大声闻罗汉收集 就是穆监联、大家社等等 那在之后呢 就陆续讲了几个 跟授记有关的 那然后现在呢 来到第八品 第八品的这个 这一品的题目 我叫 就是为五百地址收集品 那像第九品 那像第九品 这是为学无学人授记 像这样子 那就是很多地址 声闻地址 都受到佛陀的授记 什么是授记啊 就是预告他将来会成佛 他是认定 肯定的说 你将来在什么时候 多久 你在修圆满哪些哪些学分 这样子 未来就可以成佛 这授记有这么重要吗 连续几品 在讲这个授记 各位知道 这是佛陀的晚年 在法华经之后 就在讲涅槃经 佛陀就圆寂 佛陀在离开之前 他特别为 这些声闻弟子 这是 就为他们授记 这是多大的鼓励 跟肯定 加强他们的信心 不要放弃 这是如同在 第九品 就是因为佛陀 又为 这个 妇罗诺尊者授记 之后又为五百弟子 包含 不在座中 有七百弟子 佛陀都还嘱咐 大家设尊者说 你再帮我跟其他七百 这些都有 就是 还是还没有到达 欧罗汉果 之前的这些弟子 给他们授记 就还这样交代 然后后面还有 欧南尊者 佛子 罗霍罗 为他们授记 包含其他 还没有修行成就 两千多弟子 授记 一直一直这样 所以就令到 有一些初学的 刚刚入门的弟子 就 奇怪啊 这个就是说 佛陀这样子为这些 声闻弟子 在授记 这是有点反常 因为 你看 一般来讲 都说 佛陀是 就是说 都要从修菩萨到 这些大菩萨 经过多少 就菩萨五十一阶位 修行到成佛 但现在 这些弟子 都还 还不是 菩萨的这种 怎么讲 程度啊 佛陀都已经为他们 授记了 就心中就有疑惑 其实佛陀有回答他们 说这些弟子 其实 他不是这一生 才来出家 他过去生中 有的是 已经 你像 佛罗诺尊者 就是 不是只有在佛陀时代 是说法第一 过去诸佛 他都是 代佛说法的 都是所有 这个弟子中 说法第一 佛罗诺 就是佛陀就讲了 就是其实 包含欧兰尊者 你不要看他 欧兰尊者是到佛陀 涅槃之后 他才 被逼着 因为他经典阶级 就 赠得欧罗汉国 但他之前还没 佛陀就说 其实 欧兰尊者 欧兰 跟佛陀 佛陀说 过去生中 曾经他们是 共同修学的同学 好像同参道友这样 只是佛陀就是 方向目标既定 就不断 坚持精进这样 勇猛向前 那欧兰尊者呢 虽然与佛同学 但是呢 他就是 比较偏重多闻 哎呀 我这听得很欢喜 我这听得很多 这样子 所以 也都是当佛的侍者 这样 所以 佛陀都已经 就是成就佛道了 不晓得多少次来还度众生了 欧兰尊者 还没有 这样 所以佛陀说 为他们收集 其实他们过去中的 他们的这种姻缘 还有他们的根基 都是深厚的 所以 大家不要 觉得奇怪 你们只要继续继续 长养你们的善根 精进 修学 一样是可以的 就是有 这两品 就是主要是这个内容 我说我是没有时间 深入法华经 但是主要讲辟语 那么在 佛陀为五百弟子 就为 甚至为 富罗诺尊者 其实富罗诺尊者 这一段 我觉得 就是 法华经 如果你 去看 我觉得就是 好像是佛光山 这个僧团一样的 或者说 佛光山 这个僧团 就好像一部 法华经一样的 可以这样讲 这中间 这些大弟子们 跟佛陀的 关系 就像 佛光山的 弟子们 佛光山也是 千二百五十人具 跟我们的师父 星雲大师 那种 那种感觉 太微妙了 简直是可以 好像影像重叠 这样 这个不晓得 这灵山会上 这个姻缘再现 这样 这我就觉得很奇妙 总之呢 我就举 富罗诺尊者来说 富罗诺尊者 佛弟子当中 说法第一 而且呢 代佛说法 他不会去说 哪些很有善根的地方 我再去跟他们说法 他反而是跟佛陀 请求说 那个北方 什么地方 那些 就是还没有很 没有教化 也没有很开明的地区 他要去跟他们传法 佛陀跟他讲 你去 他们不容易 不容易设受降服 他们可能会骂你 不然他们可能打你 不然可能打死你 但是富罗诺尊者 他最后回答 说他们骂我 没有打我 他们打我 没有打死我 打死啊 我可以畏教 就是训身 这是我无上的光荣 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洪法者 但授记的时候呢 从设立佛尊者 到这个大家座尊者 等等 都还没讲到他 他常年在外 不像欧南尊者 他们 谁是佛策 这像不像我们调派在外啊 我有时候会这样想 对我们 所以当我们 一年一度啊 回到总本山 那时候当然师父在 那我们去法堂 见师父 或者讲席会 1200 通常连这个 怎么讲 学生什么 进2000人 听 差点说佛陀 听师父在跟我们讲话 那 就是说 那种感觉 跟长老 跟侍者 跟师父的那种 那种 close 那种靠近的感觉 是不太一样 那 甚至于在座中 要发言 请示等等 大家都很紧张 那 但比如在法堂 我看 侍者 长老跟师父的互动 就很 很 很自然亲切 这样 那我们呢 至少是我吧 我就是常常 除了师父问 我常常是 坐在那里听 就好像佛罗罗尊者 这样望着佛陀 要看佛陀 为几位 这个大师兄 长师兄 他们授记 他在旁边 经文中描述的 他就是起来 顶礼佛陀 然后心里头想 就是目不战舍 眼睛都没有离开佛陀 然后只是望着佛陀 眼睛眨都没眨 他心里想 佛陀你应该会了解 我的心意吧 这样 然后佛陀为他授记 就是这种 好像 怎么讲 那个场景 它就是一个声团的 影像重现 这样 或者如果它是一出 舞台剧的话 非常的 生动 活泼 那在佛罗陀之后 还有五百弟子 授记 但在这个五百弟子 被授记之后 他们 是弟子 就是回复给佛陀 一个 一个就是他们的理解 这就成了很有名的法华 气域里头 其中一个叫 一诸玉 就是说 佛陀 现在你为我们授记 我们就感觉到 就好像 我们就是一个穷困潦倒的 好像乞丐一样的人 那知道自己有一个 很富有的亲戚 在这个大城市中 好不容易找到这个亲友了 那言谈间 这个 吃饱饭 这个饭饱酒足 结果他就 就 怎么讲 醉酒就睡着了 但是之后呢 这个富翁的 很富有的亲友呢 接到通知 说 有这个公务 要紧急的 要离开去办 那这个富有的亲友呢 就 想帮助这个 很穷困的 这个穷人 然后 又讲 这个价值连城的宝珠 要送给他 他放在这里 等一下别人看了 他就醉酒都睡着 叫都叫不醒 那这样不如 我是太赶时间了 就把那一颗 价值连城的宝珠 就在他的这个衣服 一搅 先给他缝上 他醒来 他大概就会知道了 你换洗衣服都会知道 那 对 就万一我赶不回来 再出门几天 恐怕见不着 就这个送给他 帮助他好了 拿去变卖 是很值钱的 这个富有的人就 出门去了 这个穷困的 这个穷人 乞丐 醒过来之后 说 哎呦 都没有人理我了 哎呀 算了 我唯一就认识他 他都不理我 那我也走了 反正吃饱了 但走了之后呢 他还继续做乞丐 这个就是我们讲叫怀猪做盖 说你身上明明 那个衣服 一个角落就缝着一颗 这个宝珠 然后呢 你去做乞丐 就这样 又过了好长一段时日 那这个富有的 他这个亲友呢 其实他办完事回来 他这个穷朋友也走了嘛 他不过我送给他这样 我也安心 结果没想到 过后竟然在街上 看他沦落街头 他就太惊讶了 我送给你的宝珠呢 你为什么现在还这么穷困 这个穷朋友就说 没有什么东西啊 他说不是的 你赶快看 就在 还是那件破衣服嘛 就好像那个 我们叫流浪汉啊 Homeless 他就那件衣服 穿来穿去这样 他赶快看 就赶快把它拿出来给他看 这个时候才知道 原来他这么长的时间 就身上放着一颗 价值连成的宝珠 然后过着穷困潦倒的日子 他们就 这五百地者啊 用这样子的理解 就回复给佛陀 就说我们这样 简直就是像这个 怀珠作盖的这个人一样 就用这样再回复 其实这个辟欲在说什么呢 当然意思还是很明白 这颗宝珠是什么呢 在讲我们的佛性 就是我们都 其实跟那个穷子玉是很接近的 穷子玉是说 他是富翁的儿子 他是可以继承所有的家产 是可以是 可以讲说他就是 真的是天生富贵 但是因为走失了嘛 他也忘记他是谁这样 还很害怕呢 那个穷子玉 这个是一珠玉 一珠玉是 这个人是 他就是 乞丐 但是他就认定 这就好像他辟欲什么 我刚刚讲 这个宝珠是每一个人具有的佛性 但是呢 这些佛陀 这个坐下的弟子们 有的修行 已经都到了 可能是司陀汉 欧罗汉 就出国罗汉 二国罗汉 就还没有到达 那个欧罗汉那个国位 都还在学习的过程中 那 但 有的呢 就已经 有的是已经到达欧罗汉 但是他们就认为 我这样就够了 我就是过这样的 就是我们讲的 这个二称人 身闻原觉 就是 我现在这样修行 我就够了 我就可以利益我自己 大概就是 认为自己就只能照顾好自己 修好自己就好了 这样 但是没想到呢 原来啊 身上有这个宝珠 就是原来我们 其实都是可以具足 到菩萨秤 到成佛的 就是 到佛陀 为他们点拨 为他们授记 这样 我想 这个对 因为如果说已经修到 菩萨 谋赫萨 这样 他们当然知道 他们再继续往前 就是要成佛 但是这些欧罗汉 他们是 怀着那种小乘人的心态 就觉得 哎呀 我是帮不了别人的 我要顾好自己 修好自己就好 大概是这样 所以佛陀 费了好大的力气 在他的晚年 最后的说法 一直告诉弟子们 你们是可以成就的 你们成就还可以帮忙 照顾 杜花 好多好多的人 所以要鼓励他们 要发大称心 就肯定 你们是可以的 那个授记 就是你们是可以的 不要妄自菲薄 所以我想 这个是在法华经 一直要到 下一次会提到 有几品 进入到安乐行品 上次跟各位说过 就是这个二门六段的 经典法华经 就是在基门跟本门 其实到 到这个包含 为这个 就欧南 罗活罗尊者 像他们两位跟佛陀 那是再熟不过了吧 他们的那种 请求授记 是什么态度呢 就是走出来 点点佛陀之后就说 我们跟佛陀的因缘这么深 佛陀为他们授记 我们也应该有份吧 是这样子翻译的 我就觉得 真的 有时候我看 有一些 这个逝者跟师父很接近 讲话也会是这样子 这个 就是很有趣 但总之在 这个位 就是位 在学无学人 学无学是什么 学是已经到达 欧罗汉果位 已经可以讲 以他的修行来讲 是成就 但是还没有成佛 那无学 就是你不用再学习 他已经成就 那学呢 就他还有 还有很多要去进步 还要再学习的 这些 到这里为他们授记 其实就等于是基门 佛陀显现的这部分 是已经完成的 就这部分是 到了这个正中分 等于是基门的正中分 已经到了 那后面就有六通分 那所以 虽然是讲法华七遇 并没有很切入在经文之中 但是各位可以 反复借着佛陀跟弟子的互动 然后还有批语 不管是佛说的 或者弟子 回应佛陀的 都可以一直一直感受得到 佛陀要大家发大心 不要停留在那种 小乘人 就是只顾自己的那种 改变那个习惯 改变那个观念 是不断这样在讲说 其实这个呢 是让我想到什么呢 比如说 我最近因为还在 都会在进行着 这个未来新道场 有什么样的功能 这些 还有信徒的教育 义工的培训 其实每一次办活动 刚刚过去的Veggeron 马上要到的 这个佛光素食园游会 还有之后的音乐会等等 这每一次的活动 就会增加很多 这个新的朋友 来认识人间佛教 认识佛光山 像这样子的 这个过程中 我跟知应法师 昨天还在聊 我点到这一点 我说 真的 信头教育很重要 要让大家发心 因为初学佛的人 就会觉得 我为什么要 我为什么要为别人忙 就是我只要吃饱就好了 我为什么去做义工 去煮菜 点座 给那么多人吃 比如这样子讲 但是随着 随着他越是理解佛法 慢慢慢慢的发心 他就会觉得 我好高兴 我以前一年就包 十颗粽子 我自己就够了 我来佛光山 我已经包了三百颗粽子了 譬如这样讲 你像多人多 他们包三千颗粽子 譬如这样讲 以前如果心 还是比较小称 还没有 这种菩萨的性格 没有养成之前 就觉得 三百颗很累 我为什么要这么累 他就不高兴 或者远离 但现在 心慢慢慢慢 慢慢慢慢成长 他就会觉得 我包了三百颗 我跟多少人结缘 我好高兴 那不一样 像道场的规模 我曾经看过 有几个道场 从小小的佛光园 曾经中心 最后终于见识完成 各位以为 你可能会想 大家都很欢喜 是吗 不一定 就会 我就是跟他们谈 就会有人不高兴 不高兴什么呢 我还是喜欢 以前小小的 只有我们几个人 我们跟师父都很熟 我们几个人 好温馨 现在那么大 他看不到师父 找不到人 大 我不喜欢大 来那么多人 为什么这么多人 他的心 没有发之前 他看到 人都 看到活动很大 怎么 未必欢喜 他还是那种 就是我们讲的小秤 骑脚踏车 自行车 我一个人骑 我一个人跑 我为什么去开车 这样 这不一样 但是当你 各位想想看 你的世界 你的心 有多大 你的世界 有多大 那个心还没有 能够容纳大众之前 是不喜欢 看到人多 看到大家欢喜 他是不欢喜的 像这样子 所以佛陀要帮 这一些修 这个欧罗汉道的 就是修二称法 就比较注重 我自己听佛说法之后 我就自己去打坐 都不要吵我 我就打坐 别的事不要找我 这样 要把这样更新的弟子们 慢慢调整为 就是 但愿众生得离苦 不为自己求安了 佛陀真的费好大的 这个心力 一样一样这样子 慢慢讲 慢慢带 好 这个就是 我就做了一个补充 另外的辟语 让各位明白 就是 佛陀一番苦心 希望大家都能够 成就佛道 究竟的觉悟 当然更加是希望 因为我们成就 然后可以广度 这些还在轮回中的众生 这也可以 各位可以明白说 师父为什么 他传戒 归一 讲座之后 带大家 跟着他一起念 我是佛 我是佛 难道不是师父为我们收记吗 每一个都是未来要成就的佛 好了 今天就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 祝福大家 5m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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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